各位朋友大家好 介绍了陈皮的药用价值 以及用它的注意事项之后 今天介绍一个陈皮茶 这个茶行气降脂 用陈皮缺名纸清水煲成 材料陈皮要10克 缺名纸20克 水3碗 做法很简单 两样东西都是冲洗干净 陈皮要浸软 缺名纸冲圆瓶干身 陈皮浸软后 要碎碎 容易出味 不需要刮落 如果是好陈皮 不要刮落 然后将三碗水煮沸 加入缺名纸陈皮 再沸沸后改小火 煮30分钟 隔了渣 加出来 这个第一个茶汤 放在一旁 然后将渣加水 再煮第二次 两次的茶汤一起 再煮第三次 用这个小火 煮至只剩一碗半 就可以饮用了 但要即日用了 这个功效 是行气降脂 潤肠通便 对于血脂比较高 胆固醇高 是最适合的 有一个更方便的方法 不用煮两次 你可以先煮完一次之后 倒入茶汤 然后再把渣 用杯烤着 不停加水 可以浸三次 五次 继续饮用 但全部要当日喝完 这个 陈皮 血明子茶 就可以 煮两种方法 第一是 煮完一次 再煮第二次 然后将两次的茶汤 合在一起 再煮剩一碗半 第二个做法 就是煮完一次之后 你把渣拿出来 用来烤水喝 可以烤三次 五次 视乎你自己的选择 但全部要一天内喝完 这个陈皮 是胜温未辛苦 龟皮 肺经 所以有利器健脾 调中 躁湿 化痰的功效 多数用来 治疗你的脾胃气滞 消化不良 以及咳嗽有气喘 至于血明子 就是清肝明目 还可以调节你的免疫力 有益菌 降血压 调节血脂 和 润肠 这些作用 但是 因为它有润肠 这个通便作用 所以你的肠胃敏感 肚射的人 就不适宜饮用了 如果合用的朋友 好像 胆固唇血脂 偏高的 不妨 选中煮来喝一下 谢谢你们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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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